完成之后,你按确定之后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动作呢? 请各位,把这个往下点两下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这底下资料 我直接按一个Ctrl向下 它会跳到最后一列,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资料量多的话,你可以往下拉 当然看,你可以预先给它一些资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现在先往下拖拉 如果我今天的资料,假如说这个地方 它现在没有资料,所以不会显示出编号 那假如说我今天先输入一笔资料的话 后面有一个查,然后多少钱加上去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编号就会自动出现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函数的方式,让我们产生 当然这个地方还牵涉到一个一点 就是说,假如你今天呢,希望里面的编号 不要被知道说,这个地方怎么做的 比如说通常,你做完之后呢 它会显示出它的函数公式在这里 当然有些人就想说,那这样子会被人家知道我怎么做的 我希望做的神秘一点 不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我怎么做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做一个隐藏的动作 那隐藏的动作呢,几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记得先把所有的这个隐藏的选取 选取之后呢,这个保护 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隐藏上面 那我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先把全部锁定取消 因为呢,在那个Excel里面呢,预设是全部都保护的 预设值是全部都保护 那你可以先把它取消之后 再到那个A2,一直Ctrl Shift向下 把我们有放那个公式的部分呢 选取来,按右键 再到储存格格式里面 这边有个保护,对不对 请你呢,把它隐藏起来 隐藏,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呢,公式还在,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希望它出现的话 可以到那个保护那个地方 教育里面有个叫做保护工作表 直接按一个什么呢?确定 好,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公式现在有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了,有没有 没有出现了 所以人家就不知道说,这个地方原来很神奇 为什么它自己会出现呢? 有没有 会有点摸不着头绪 如果现在再新增一笔资料进去 它会认为说,这里面没东西嘛 那怎么把它贴上去 它会自动跳出来 就觉得很神奇 原来是怎么样 原来这里面呢,是把公式隐藏起来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保护取消掉的话 公式又出来了 OK,保护 这边有个保护工作表 好吧,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试看 第一个,先把这个地方公式的部分先完成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